哈囉 大家好 我是桑姐 你們是不是已經待在家 已經不知道要煮什麼了呢 沒有關係 今天呢 就提供兩餐的菜單給你們參考 如果你們在家有空的話 也可以跟著一起做看看喔 準備開始 那現在呢 我們要來做我們的早餐 那一如往常的呢 我們現在大概就是已經 11點了吧 我們現在要趕快來做早餐了 那我現在早餐呢 想要做的是 法式可麗餅加上優格燕麥彎 現在呢 就要做可麗餅麵糊的部分 首先我們先把三顆蛋把打勻 加入我們常溫的牛奶 湯和煙白都給它加進去 麵粉給它撈下去 慢慢的把蛋液加牛奶倒一些進去 跟麵粉攪在一起 因為如果你一次加太多蛋液進去的話 這個麵粉跟蛋液就會不合作了 我也不想跟妳合作啊 那我們現在呢 要來做優格燕麥碗 首先呢 先拿我們製作好的優格 那你一定會想說 我為什麼要拿一個牛奶出來 因為它 是優格 但你要在家製作優格 非常簡單 就拿一罐紙盒的牛奶 加入一包專門做優格的優格 菌粉 把它倒進去 再把它放到優格機裡面一個晚上 它就OK囉 那如果你沒有菌粉的話 你加優酪乳也可以的 把這優格分到這四份裡面 接下來呢 我就拿我昨天 睡前泡的燕麥加牛奶泡軟 加一些進去 接下來呢 我們來煎個薯餅來當 鹹的可麗餅的配料 僅剩的兩塊薯餅給它丟進去 你知道這一次的早餐都是 我翻了冰箱 覺得好像可以做的食材 把它硬要拿來用的 因為現在疫情期間 你不是想要吃什麼就可以有的 麥達熱狗煮來吃好不好啊 現在呢 我們就要來煎可麗餅了 把鍋子稍微預熱到一點點溫溫的時候 就塗上一點點奶油 因為我們家沒有平底鍋的關係 所以只能鍋子上的麵 我盡量把它拉大 等到你看到它的邊邊 稍微有一點金黃色的時候 就代表你可以把它翻面囉 那你要用鏟子也是可以啦 那我自己是覺得用手翻會比較好翻 哇 這個可麗餅真漂亮 加一點點的起司 放在這個可麗餅的中間 擺上我們的薯餅 我會稍微把它切塊 跟番茄圍成正方形 把我們的蛋打到中間 邊邊把它製成一個正方形 關火用蓋子把它燜一下下 好吃嗎 喔 薯餅在下面很好吃耶 它跟它配在一起 那個味道就整個都出來了 要戳破 要這樣整個放在 不要 你要戳破啦 所以這個早餐你們還滿意嗎 比莎靠 這是什麼 它是法式可麗餅 會不會太鹹太甜了 口味真的 就很好吃喔 Yuki 好吃嗎 吃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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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煮晚餐的部分 蒜香粉絲 鮮蝦 薑絲 石瓜 薄皮辣椒雞湯 好快點 不要再講了 如果再不趕快做的話 這一餐就要變成宵夜了 那薄皮辣椒雞湯 我的蒜頭都會給它完整的一顆 這樣子燉出來的湯才不會濁濁的 相信大家一定都會覺得最無聊的就是備料對不對 而且沒有辦法 你補備料就不會有東西可以煮了 所以一定要有耐心的把這些東西做出來 沒有耐心才怪 好 現在呢就是我最討厭的事情就是剝這個蒜的皮 來 剝一剝 把我們的蒜頭加到一鍋水裡面 準備來煮湯 剝皮辣椒雞湯 我們使用的是雞翅跟雞腿 先把它稍微過水下 它旁邊就會有一些蛋白質的渣渣跑出來 辣掉之後呢 就可以把這個肉放到湯裡面了 加入一些米酒 讓它去腥味 加入我們的剝皮辣椒 那這一罐呢是花蓮花岡山剝皮辣椒 是非常有名的 那我也還沒有吃過 我們就一起來試看看 聽說是蠻辣的 把一些植液倒下去 你在這邊告完 剝皮辣椒貓 接下來呢 我們來切爆香料 那你們在家如果要做粉絲爆的話 記得要先把乾的冬粉 泡到水裡面 至少20分鐘 稍微給它剪一下下 不是要剪太碎 鮮蝦粉絲爆最重要的就是 它要有濃郁的蝦的香氣 還有辛香料的飽滿味道 所以呢我們現在要先來熬蝦湯 你先用草蝦把它的頭去下來 那油不能太少 因為你要一些些油 去把蝦油逼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加下去了 那我們蝦湯呢不用熬太久 只要稍微把顏色炸出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關火 來把它過濾開 準備要來炒蝦子囉 先把我們剛切的爆香料 給它下下去 那我們炒的時候呢 竟然用非常小的火 慢慢去把它的香氣 逼出來 一直都是香味 接下來我們把我們的蝦子 然後再加一匙豆瓣醬 再混一點點便宜的蠔油 然後來把它們炒上之後 加上我們的蝦高湯 那因為是鮮蝦粉絲爆嘛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點包的感覺 所以我就換了一個鍋子 高湯已經滾了之後 我們就把我們的粉絲加下去 中了 世界上最殘忍的事情就是 肚子餓還要看別人吃 好像要吃吃耶 哇 是不是很香 我們現在就來炒絲瓜 下我們的薑絲 再加入我們的絲瓜 把水加進去 絲瓜呢 非常簡單爛 就是把它弄熟之後 然後加一點鹽巴調味這樣就好了 不會難辣 好的 我們的絲瓜完成 我想要先裝這個 好美啊 謝謝 謝謝 好吃好吃 冬粉絲很好吃 你那個吃肉可以 啊你湯最後再喝 才不會先辣到肉就吃不下去 但是肉真的很好吃 很燙的對不對 很辣的 真的很燙 這個有點不辣 就是很辣 但是 還想裝沒事 我覺得它不辣 只是它會搶 那今天煮的食物呢 我自己是覺得還蠻滿意的 希望這些菜色可以幫助到你們 還蠻有空 你們也可以在家裡自己做看看 那如果你們還想要再看我做什麼樣的菜色的話 記得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哦 我是桑姐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哦 開小鈴鐺 再開的話記得幫我按一個讚哦 我一非常感謝你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我的個人生活 以及平常我都煮什麼的話 可以追蹤我的IG哦 好啦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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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